請問你最想和家人說 卻又不敢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請問你最想和家人說 卻又不敢說的一句話是什麼 真請書 我最想和家人說的那句話就是 媽媽你放心把你的財產交給我吧 因為我愛你的心就像爸爸愛你那樣子 所以你將你的財產交給我 我一定會好好妥善的幫你投資理財 讓他一塊變三塊 三塊變七塊 七塊變十塊 媽媽從小生長在辛苦的環境 沒有錢在身邊她沒有安全感 我能做的就是讓她安享晚年 而不是呢 是讓她在晚年的時候看著自己的資產 慢慢的慢慢的成長 不用為了管你的生活而煩惱 所以我想對媽媽說的那句話就是 媽媽你的晚年交給我來照顧她 爸爸照顧你的前半生 我照顧你的後半生 但前提是媽媽把你的資產交給我來處理吧 謝謝主持 剛剛聽到這個題目 腦袋裡第一句話 是三個字 我要錢 啊不是 其實 我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想到這三個字 但是 這三個字背後的含義呢 其實是另外的三個字 是 爸爸我愛你 那 這 這個故事要從小時候說起 小時候呢 其實 家裡 環境並不是很好 然後 因為爸爸在 懶上了一些惡性 所以 那個 讓小時候我 還有我弟弟 還有我媽媽三個人 其實 過得非常 呃 節儉 點閱的生活 那麼 其實過程中 我們常常需要 買一些 呃 課外圖物 或者是 學校要繳學費 那 其實這個時候 我都 必須面臨到 要講 剛剛我最想講的那三個字 爸爸我要錢 但是 其實 我們 全部人都知道 家裡的狀況 所以 這過程中 其實衍生出來的 心路歷程是 我們 往往會把這三個字 吞到肚子裡去 那 反過來去 取而代之的反應是 想辦法找到其他 各種不同的替代方案 比方說 要買課本 沒關係 跟其他的同學 直接 ㄎ來 要繳學費 沒關係 努力的去外面打工 跟媽媽好好的商量 想辦法找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那麼 雖然 我要錢這三個字 吞下去了 但是我們用其他的方式 表達出來的 是另外的三個字 就是 爸媽 我愛你 比賽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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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哥 這個題目 看似很簡單 彷彿像一個小時候 掉到我的腦海裡 卻產生了連一般的 還要讓的效應 為什麼呢 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跟媽媽說 我想要買一本日記本 要有鎖的喔 因為我寫日記的習慣 媽媽說 哇 在我小學二年級 年代很遙約 一本有鎖的日記很貴 媽媽就講 這樣子吧 等下個月 爸爸如果有加薪 就幫你買 請問 一個小學二年前的小女生 那麼渴望一本日記 卻買不到 當下我就怎麼樣 很生氣 那萬一爸爸下個月沒有加薪 就永遠不要買了嗎 當下 啪 媽媽立刻在大嫁的面前 那個書店裡面打到一巴掌 我很生氣 立刻往前跑 跑跑跑跑跑 因為那個書店在地下 是往前跑上去的 從此之後 即使我是愛媽媽的 但我也有小小的怨恨 來自裡面那一巴掌 在我三十歲的時候 跟媽媽之間常常不說話 其實我想表達 我愛她說不出來 在卡內基上到第十一堂課 他們要告訴我說 請去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對一個人說你想說的話 我想跟媽媽說 我們母語間這麼多的爭吵 我想要告訴你 那一句話說不出來 在三十二歲的母親節 媽媽還在插樓打工 我跑馬利蘇巴 天第一次拿去那個茶樓 媽媽也有看媽媽的背影 她在接蘿蔔告 我跑過去 媽媽說 欸 你怎麼跑來了 我發送給她 那句話沒有說出來 在五年前 媽媽在床上 我握著她的手 她的手心的溫度 我感覺慢慢的消失了 在最後一刻 我沒有說出那一句話 今天在這裡 我想對天堂上媽媽說 媽媽 我愛你 這就是 我想要對家人說的最後一句話 也鼓勵大家跟我一起 不要在最後感到一趟 一起努力說出 我愛你這句話 總共持人